若是爱了就不要害怕后悔,选择了就不给自己退路,告诉自己要信任对方,但是心里总是或多或少有些疑虑难以消除,或多或少的惶恐,总是赢招在心头,那么选择和他走协去的你,以后会不会因此感到后悔呢? 他值不值得你爱下去?不管你和他是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,还是处于暧昧中,这个测试都实用。 下面有四张背面一样的牌,现需要你并出法面,心里想着那个人的名字,默念三遍问题,盲选一张牌,选好后下话查看对应答案,牌,持,解,牌,牌面解析,选择一,心必欺正位。 与其疑惑他值不值得爱,不如先想清楚,你自己想要在爱情里获得什么。 牌面上的人物停下了手上的劳作禁止沉思,他在提示你,在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之前,你不要急着去做出答案,不用急着去分辨,他是不是值得的人,也不要武端的结束掉这段缘分。 你要给自己多点勇气,去看清楚你们显出的境况,你会慢慢得到答案的。 若你想知道他内心对的的真实想法和感情,他是你的证人还是念缘,正往后边先连接占卜。 选择了,抱歉皇后正位。 若对像是他的话,你是可以选择和他继续发展的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,你就要放任自己沉沦,要自己懂得真感情,深深地爱上他。 这是一张理性思想的牌,这张牌的出现就是爱是你。 这段感情里,你要保持理智,不能失去理性的判断与冷静的观察能力。 在爱情里,你将面对各种状况,你要做好各种全面的心理,准备和思想准备去考虑问题,去好好解决。 他对你是真感情吗? 想把握好自己喜欢的人,点击文墨连接占卜。 选择三,圣碑七正位。 很遗憾,不管是之前,他给你的感觉是好是坏,他有没有让你参合男生怀疑,这张牌显示,对方并不是一个值得你爱下去的人。 牌中任务面前,虚幻地飘着各种说话的幻想,恰恰暗喻你,现实里,对方可能完全不是你心目中认识的那个人,和你心中所想并不符合,还没能发现他真实内心的你。 若是固执和他走下去,未来不是没有让自己受到伤害的可能。 对方和你在一起时另有目的吗? 想让他对你付出真心,维持这段感情,阅读文墨占卜。 选择四,圣碑七正位。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先恭喜你,你确实选对了人,他是一个值得你付出真心,认真对待的人,选择那和他走下去,你未来也不会后悔。 心地牌本身代表着他是语安文,反应现实中,他也是一个他是稳重的人,很务实,没有花花心思,让你们的感情少了很多变熟,所以,你们走到最后的概率很大。 所以,你可以放心地把自己交给对方,放心大胆地走下去,别做哟,好好的稳稳地走下去就可以了。 这段恋情会开花结果吗? 怎样经营好这段缘分,下面占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